我是072,是个机嫌 昨天发了一期关于含蓄的视频 一时之间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首先声明,我并没有污蔑抹黑含蓄的意思 我对含蓄的实力、游戏技术都是十分认可的 希望大家不要带节奏 为啥会做昨天的视频呢? 因为在网上有个游戏解说 质疑含蓄10月15号发的那期视频的三阵深截图 疑似P图造假 技术只是单纯质疑这张截图 并不是质疑含蓄的游戏实力 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昨天发的视频可能是我描述的不清楚 大家都没听懂 本期视频我只讲重点 说一个游戏常识 游戏账号的编号是永远都不可能重复的 来看一下 左边是含蓄视频里的三阵深截图 注意看该账号的编号 1163200419 右边是南岩曾经上三阵深的账号截图 继续看这个编号 1163200419 这两个三阵深截图的编号 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很奇怪是不是? 我看到有小伙伴说 含蓄的三阵深截图是coco去的 南岩的三阵深截图是微信区的 所以他们编号一样是个巧合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然后我特意去coco去搜索了这个编号 并没有找到任何的游戏账号 不过我在微信区搜到了 名字叫cdog 不信的小伙伴也可以自己去搜索看一下 不过到这里我还是不相信 含蓄会劈头造假 我觉得含蓄可能只是做视频的时候 找不到自己曾经上三阵深的截图了 就网络上随便找了一个三阵深截图 放在视频里凑了个数 可能是这样的 要么就是含蓄和南岩曾经共用一个游戏账号 所以这南岩的三阵深也是含蓄的三阵深 只有这样解释我觉得才是最合理的 那么视频中的小伙伴你们怎么认为呢 可以在评论区扣出你们的想法哦 好了好了 我是07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